我是呂尾智 職業高爾夫球選手 我從淡水出生 呂尾智是一個溫和的一個人 是一個很好的丈夫 我爸爸是呂尾智 是一個很好 然後又負責我們會罵人的爸爸 呂尾智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選手 而且鬥志力非常好 呂尾智 對他的職業充滿了熱誠 最終的夢想是贏冠軍 2001年是我 生理跟心理是最健康的時候 好,他得到了 哇,看著每個球 感覺他能夠成功 球桿背出去 我覺得可以賺錢 想得到 我就可以做得到 那種感覺 每次都是客 industry 看著.... 我會想得到 可以賺錢 我會想得到 哇,看住, 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片子 那这个是鼻子嘴巴脑部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就是脑下垂体 那这个是我们吕先生的这个片子 就是他的这个瘤 如果脑部是一个球的话 它在颅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 这个颅眼管流在脑部来讲 会影响到它本身的神经的功能 受到影响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类似像中风的一些症状 或者是手脚会没力 2012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去打了机场比赛 我记得他那时候去参加一个百灵坛的一个记者会 也有请一些选手 他就一直问选手说 你怎么来的 选手已经回答他 他又同样问他同样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他就觉得我很奇怪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我在高雄公开赛 他比赛第一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他是打早上 早上闹钟响 他会叫我起床 我就跟他讲说 今天是打Pro M 你能够早叫我起来干嘛 我说你今天打早上的 我说我昨天有比赛吗 我就跟他说 你第一栋 你球打到哪里 你第二竿打到哪里 就是讲第一栋 第二栋的状况 然后我那时候坐在床上 我才会想到 好像有 我怎么突然忘记 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大对 那时候我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就说 应该不可能 而且以他的年纪也不可能会这样 后来又做了电脑断层 他看到我在他的那个诊间的外面 他就马上又叫我进来 他就跟我讲说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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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跟我老婆讲说 到底是什么完蛋了 他说 你头脑长了一个瘤 就好像马天爷跟我开个玩笑一样 对 我当想撒掉 说你你有没有看错 你名字你确定是李维志吗 他说没错啊 他就转到神经外科 给一位研语术研医师看 那时候去医院是 心情是起伏的 不定的 那也不晓得 医生会跟你讲什么 那自己也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他这个脑部的瘤是相当大的一个瘤 是为了怕这个瘤呢 他长大之后造成一个对脑部更大的一些伤害跟影响 所以我是建议他呢 必须要治疗 那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呢 基本上呢 必须 当然就是要住院 手术之后要花一些时间来做一些恢复跟保养 所以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本身的一些职业 高尔夫的这个比赛的一些生涯 所以他当初也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挣扎 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是在最顶峰的时候 而且我那时候又刚好 我妈妈也开刀 婆婆也开刀 然后再来就她 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吕瑞芝他开刀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点快崩溃的感觉 我那时候也觉得说 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让我面临多这么多的功课 因为一下子 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小孩子也很小 爸爸就头脑长了一颗肿油 我就说希望爸爸可以快点好起来 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姐姐有做过这种手术 她一进去就是去动到大的血管 就手术失败 所以我很害怕 可是我是她的家人 我就是要扮演更坚强的角色 我就跟她说 没关系现在医疗很发达 我觉得遇到事情就是面对 找办法解决 十二点之前 我只记得早上起来 还在那边嬉皮笑脸的 跟我老婆还在那边聊天 爸爸就说 到了什么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其实我是在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可能是走得进去 可能是躺得出来 就有可能没办法再起来了 我记得她是十一点多进去的 可是我等到八点多 一直都没有刘伟智 等到 她是用广播的 她就说 刘伟智的家属请到开刀房 我当场傻掉 我想说为什么用广播的 为什么刘伟智是用广播的 是怎么了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走路进去 是我公公搀扶我进去的 我一路是抖的进去 医生一看到我 他看我脸色发白 他说你没事没事 我没有 我手术很成功 我真的就是整个人 那个心中的大石头就放下来了 我进去看 我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 他就是被绑着 然后头是固定的 就是插满了管子 我就想说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会变这样 第二个感觉就是 我还有 我还在 然后 我还是清醒的 我那时候摸他的脚 他的脚就是整个就是很像老人的那种脚 整个都是软的没有力 我当下的感受就是觉得说 人要 跌到谷底 这么一瞬间 这么的脆弱 一瞬间 短短的 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让一个人这样子 那要不要再慢慢的爬回来 是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记得好像十天 九天还是十天才回家 就是其实他回来几乎都在睡觉 三个月内不能用力 包括打喷嚏也不行 因为那个压力可能会让伤口裂开 你要吹冷哦 很烫哦 我要吹太大力 他就飞走 你不要太大力吹 就是还好觉得老天爷还眷顾我们 让我们又生了一个妹妹 就是陪着爸爸 他就会帮忙 看一下妹妹啊 还好就是可以让我们笑一笑啊 ��色 还好有妹妹 spouse 爸爸什么都不会 你会睡觉然后玩手机 爸爸会打球啊 还会打球 超厉害的对不对 还要吃饭啦 吃饭 爸爸哥说的吃饭睡觉打叮叮 对 後來就是說她都尊重我 我覺得她是付出 然後任老任怨言 遇到了像我這樣子 她也沒有多的怨言 她只盡心盡力地為這個家庭付出 她那時候形容說她現在是 在顧三個小孩子 因為連我也是小孩子 不能做什麼事情 只能在家裡 那時候想說 大敵還可不可以再回來球場打球 要往交球的方向呢 還是直接就轉其他行業 怎麼去找別的出路 如果我沒有辦法打球的話 當下應該會很沮喪吧 因為覺得高爾夫球就是我的生命 也許真的會非常的沮喪 非常的失落 那時候就在家裡 我只能做做小事情而已 你先去換衣服 然後等一下回來再寫功課 OK 爸爸第一次幫你一人洗澡 我只能看Golf Channel 對我來講 我也是個印象訓練 然後看人家比賽啊 那你自己遇到的時候 你會想怎樣去處理啊 你會想怎樣去處理啊 我想說 人家在那邊打比賽 我坐在這邊 我坐在這邊 然後很想也去比賽 然後很想也去比賽 他應該有覺得說 不曉得還可不可以再回來 不過我相信他那時候 也是覺得說 他一定可以再回到這個場上 因為我覺得家人給他的力量 他也會相信自己可以回來 有這麼多的人 在我最苦的時候支持我 我一定要做的本分 我一定要做到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沒有白費 我記得手術後 六個月的時候 我才開始 再摸球肝 有一天早上他跟我說 老婆我想要去球場 打一下看看 我那一天的心情 特別開心 我覺得我老公 可以去球場了耶 我記得一百顆球 我差不多從八年開始練 或可能練到十一年 才把一百顆球打完 那時候可能打個兩顆 我就去坐在椅子上 然後又再做個一兩分鐘 然後又再去打個一兩顆 然後又再回來椅子上 那時候完全是沒有體力上的 我以前上肝的時候 大部分會用手的力量去鋸 然後所以上肝的時候 會比較陡峭 那現在沒有力量 所以我只有靠身體的力量 然後我現在是用身體 比較多的去旋轉 所以感覺用身體去帶它 然後整個身影會比較圓 比較柔和一點 因為它那時候是跟HM2 請了一年的假 它那時候希望趕快再準備 就是一年後回到場上 肩膀放鬆 下壓 對 三 這個角度更好 四 向前推 再來 做運動那時候很苦 做不起來 教練就說你要撐住 你要撐住 每次都跟我講要撐住 但是我跟教練講說我撐不住 剛剛這樣做起來狀況還好 穿不過來也沒有力量 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心裡也想說 我要做到 我要做到 這樣子 手保持 手再伸直一點 用力扭轉過去 他那時候就積極的 體能跟練球 不過也是有限 因為他的體力還是沒有辦法 那麼快地恢復 其實那時候只是想說 證明自己還可以不可以 再回到這個場上 然後就是有那股衝勁 就想說 我要做到 然後那個信念讓我 就是持續地一直保持 當我要參加第一場比賽的時候 很緊張 不曉得 可不可以走 我發現到他的體力 跟以前 差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 講話 走路總是比別人慢 第一次要流汗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都是起水泡 整個臉都是紅的 因為我麻細孔是阻塞的 流不出汗來 這應該是最糟糕的部分 因為他每天都在吃水泡 或是星期 他也認為他也認為 以他的頭髮捲動 打那種天氣 很熱的地方 我根本沒有辦法打 我記得我去到菲律賓比賽的時候 太熱了 因為有點脫水 因為沒有一直喝水 我記得我打七棟 還打六棟 我就沒有打 我覺得對他來說最難的是 當然是他的想法吧 遇到了很多年輕的選手 遇到了很多強的選手 如果你沒有很強的 不放棄的精神的話 其實也很難在這個比賽上面立足 所以我會覺得他可以回到這個場上 這樣子打比賽 我就很高興了 其實要贏冠軍 我覺得我覺得 就是奢望 對我來講 我覺得也不敢想那麼多 禮拜天早上 沒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贏比賽 但是我有信心能夠把這一場比賽打好 我覺得他每一場都很想贏 可是我跟他說 事得其反 你不要一隻覺得你想要趕快贏一個冠軍來證明什麼 我覺得不需要 機會是留給有努力的人 所以我相信你可以 然後一下去的其實是打不好的 我的感力才提醒我說 不可以再打太保守的球路 因為成績又不是很好 那你沒有再往前衝的話 是沒有機會的 好可憐 他現在已經放了兩球 四球 他現在沒有計劃 到了第六洞 長洞 他要開球前 我跟他說 平常心 我覺得你的那個tempo都不對 到了第九洞 前三天都是boge 最後一天我打怕 我信心就覺得不錯 第十洞 最難打的一個洞 然後 它看起來很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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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到後面 我知道我已經贏了 兩桿了 我已經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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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已經 突破了 當他拿下來冠軍的那一刻 其實我有看到 不管是他的家人 他自己 甚至於說很多的贊助商 都流下了眼淚 因為大家知道 他經歷了多少的事情 多少的過程 多少的挫折 其實我驚蠻 只要有 一人來搬 一人來搬 去找他人 來 拍賣 拍賣 我覺得他不論在工作上 或是對家庭 都是很負責任 那他的成就 我覺得就是 他自己非常努力 我已經跌到 完全就是 沒有辦法比賽 沒有辦法打球 然後我又 站起來 可以比賽 然後又有辦法贏冠軍 對我來講是 意義太大 我們台灣很多名人 講了一句話 成功的男人 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太太 其實我以前就是 遇到事情就是哭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經歷這個事情之後 讓我有所成長 也知道 我如果不堅強的話 那怎麼辦 小孩怎麼辦 沒有他們的支持 我沒有辦法走下去 遇到事情 你就是要冷靜 面對 處理 這幾年的付出 太太你辛苦了 我會 跟來你的 跟來你的 replaced 一半 會 那 應該 1 2 3 4 3 2 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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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感谢观看